爹 我跟你说过了 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啊 他以前都要杀你 跟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 那多危险啊 正好今天人都在 来 把修书给我写喽 写修书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老渔 我 你让孩子怎么 怎么下这个笔 渔老寨主 我和灯灯 行了 我跟灯灯说话呢 你插什么嘴啊 我不修 对 二爹支持你 这一路上 也都是他一直在保护我 不然的话 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您还能见到 这么活蹦乱跳的闺女吗 说得在理 又被猪油蒙了心 到底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还是你对他有偏见啊 他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我眼睛看得清楚 心里也明白 不用你们来告诉我 邓邓 不要以为爹不了解你 爹也曾经跟你说过 这女人哪 要成大适者 不能贪量美色 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两条腿的男人 到处都是 回庆时代 爹给你找最好的 我不管 我都看不上 再说了 我当时娶她的时候 我可是要了他们 好多嫁妆呢 如果我要把她休了的话 那那些嫁妆全都得还回去 对 主人说得没错 玉老寨主 我们仙计教行的这些赔价啊 算算也得有个十几万银元了吧 你拿个什么玩意儿啊 你还吗 我看你拿什么还 我还 你还 还 你拿什么还 我来算一下啊 如果说要休了的话呢 你好好算算 那这就算是咱们侵权债欠的债 按照每日翻例 这利滚利啊 利滚利啊 这得多少钱呀 九万多两 是 一辈子都还不完呀 我帮你还 你还个屁你别这事 关你什么事 行了 跪一个我过不去是不是 这封修书 今天 必须得写 等等我跟你说 我 跟她之间 你只能选一个 今天修书必须得写 哪 选她 二爹承认你 快点 哎呀 当然是选你呀 你这孩子还真写 你写吧 写 听你爹的 写这写来吧 我来 干什么 修就修 磨叽什么 不是 你这 你看看 你看看这小人得知的样子 你冲你个死样 拿着 这好好的一顿 让你给拆散了都 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写修书啊 你没看吗 看什么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冲动 你都没有好好看 没有看仔细 此修书非彼修书 果然是放在心上了 哎呀 我说陆大将军呀 你好好的仔细看看 这首藏头藏尾的诗 是 本书作废 修书为假 怎么样 你夫君我 是不是才貌双全 机智过人 你一日是我的二房 终身是我的二房 这世间男子千千万 我偏就吃定你了 行 那我就勉强接受了 那我就勉强接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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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e 装